这个男孩名叫南波基尼 是豪华跑车品牌南波基尼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南波基尼托拉基公司的创始人 当他发现 法拉利跑车用的变速箱 像是托拉基的变速箱 他决定用180天的时间 在托拉基工厂造出一辆 比法拉利跑车更加出色的跑车 今天咱们来讲讲传奇人物南波基尼的故事 到年二战结束 南波基尼和战友会回家 父亲想要南波再加种地 南波却说才丢掉农场制造托拉基 当时托拉基是稀罕物 意大利也只有勤托一家托拉基公司 父亲认为儿子打仗 脑子打梦了 钱从哪里来呢 南波说才参加赛车比赛 获得第一笔托拉基基金 他手握泥土 跪在地里向父亲发誓 他也让南波基尼的名字 与世长存 第二天南波和好友 以及女友克拉利亚开车去往城市 都市里灯红酒绿 南波基尼可能被人忽视的那个人 在汽车之乡大赛上 法拉利将亲自给冠军颁奖 奖品还是一辆法拉利166S 当时的汽车比赛很简单 没有专用赛道 相间小道便是赛场 村民们成了最狂热的拉拉队 南波的米老鼠 也不过是0.6升的小赛车 人人拿出了全部的比赛技能 可由于负增方向盘 最终汽车脱离赛道 比赛已失败告终 比赛输了 意味着穿越基金没了 特拉利亚鼓励南波 梦想一定能实现的 只是没有找到对的方法 付出了父亲所料 南波回到了农场 父亲早猜到儿子需要钱 其实他早就准备好了 只是没想到 南波要的是整个农场 即使知道会打水漂 父亲还是将农场抵押了 抵押之后 南波有了启动资金 有了简陋的销车厂 目前市面上的托拉机 都是四缸1.5升的发动机 动力差油耗高 而南波提出了汽车和柴油 混合发动机 启动时用昂贵的汽油 热缸时用动力强 且便宜的柴油 他们发现 二战之后 很多军工厂物资 成了废品 于是他们以废品价 买了很多破气车 接着修飞机的技术 让人开始改造 最新要改造的是 发动机舱 大机舱才能放 大马力发动机 接着改装发动机 想要给汽油发动机 输入柴油 需要用预热铜管 将柴油误挂 所有工艺 都是无手锹 但加装设备装上 破拉机就成了大鼻子车头 南博非常喜欢 橙黄色 等第一台脱拉机改装完 他迫不及待 注册的南博基尼 破拉机品牌 就在当天 外传的妻子突然临产 南博接到电话赶回时 妻子已经失血过多 死在医院 只留下一个早产的宝宝 这是南博这一辈子 最伤心的一天 他痛恨自己 痛恨修理厂 开始砸毁一切 可看到破拉机时 他停了下来 他将妻子埋在了农场 孩子交给父母 在农场照顾创业失败 他将失去农场 以及一切 他带着图纸 找到了银行 投资家承诺 以现有托拉机市场价 一半的钱 卖出一千辆托拉机 投资家非常看好 给了一大笔量产资金 之后 一个叫爱妮塔的经济学女孩 成了他的妻子 她成了南博基尼 市场营销的掌门人 接下来20年 南博迎来了黄金岁月 自从南博基尼托拉机 投入市场之后 南博过上了 乡车美女的日子 虽然拥有南博基尼的车标 可南博开的却是 法拉利公司生产的 豪华汽车 因为此时消费者口中的 南博基尼 只是托拉机的 古别大名词 他甚至拉着 考试不及格的儿子 一起来托拉机公司 卖托拉机 作为奖励 还是法拉利跑车 这天南博开着法拉利去修车 连修7台法拉利 离合器都有问题 这里供告诉南博 豪车法拉利的离合器 和南博基尼 托拉机的离合器是一样的 而且质量居然没有 托拉机的好 南博要求 社里公在法拉利上 冠上自己的 南博基尼离合器 法拉利的离合器通病 被完美解决 南博兴奋的去找 法拉利先生 告诉他 自己7辆法拉利离合 都有问题 不过他现在装上 南博基尼离合器 就解决了 南博以为 会得到法拉利的感谢 藉此 南博基尼和法拉利 达成合作 但是法拉利的回复 一句香巴佬 让春风得意的南博 带住了 尊赢被法拉利 踩在地上摩擦 而法拉利将在日后 为这句话后悔不已 南博决定 自己打造一款完美的车 就像斗牛厂的公牛一样 充满力量 勇敢奋发 对 还要造一头公牛汽车 实践拿到了1963年 南博化出的第一台 南博基尼汽车的草菇 工程师看完 表示 这不可能造出来 配双骨轮轴 刚是有底壳润滑 五档变速箱 线滑 插速器 两个点火线圈 六个化油器 一台305升发动机 装在小轿车里 怎么可能 而且不拉机场 生产跑车 还是顶级跑车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这一个工程师提出 可以用铝代替铁 做发动机 可以减轻汽车重量 缩小体积 日雷瓦车展 将在六个月后举办 南博要求 必须在180天内 在不拉机场 造出最伟大的汽车 造汽车要钱 特别是造豪车 更是要命 不拉机场的收入 被炸到干 妻子和兰博 大吵一架 三个月后 铝制发动机诞生了 外形设计师 弗兰克提出了 弹射车灯的方案 直到现在 弗兰克的 兰博基尼外形 基本都得以保留 第一台 铝制发动机诞生了 可顶盖 根本盖不上 因为发动机里 装得满满当当 兰博要求 一定要盖上 他不想 兰博基尼 像法拉利一样 成为逛有 独表的 豪瓷车 南博突发奇想 在餐桌上 亲自挥制了 公牛标志 在艺术家的帮助下 标志成了 实物 直到现在 这枚象征力量的标志 依然没变 在圣诞节当天 南博对外宣布 南博基尼 在托拉基 空调 公卵领域 成为霸主后 将成为 汽车的霸主 最终南博基尼 350GT 外形定稿 外观版型 都是由 纯手工打造 那台大型造发动机 也终于 缩到最小 放在了 小小的车头里 引擎盖 终于被盖上了 托拉机场 所有人都放下了心 不久后的餐桌上 南博画出了 南博基尼 超级跑车的草图 车灯的圆形 竟然是一个 路过女郎的眼睛 妻子看到这一幕 向南博 提出了离婚 当南博测试完 他的第一台 南博基尼跑车 他无比兴奋 对工程师说 他唯一的不满意 是颜色 他的展出色 应该是绿色 几天后的 1964年 日雷瓦车展 东力堪比赛车的 豪华轿车 南博基尼汽车问世 一经发布 备受媒体关注 而一成不变的法拉利 被冷落 南博送上了一张 公牛骑马的卡片 过去挑衅 他公开告诉记者 当你想出人头地 你会去购买法拉利 而当你已经出人头地 你只会买一辆 南博基尼 听完这段话 法拉利气得 哼不得在原地爆炸 两人因此结下世仇 南博基尼和法拉利 私下相约 较量一番 一辆南博基尼 这辆法拉利在尽速 开车的是 南博基尼创始人 南博基尼 法拉利创始人 法拉利 他们要用比赛 一架高下 比赛结果不得而知 不解之后 石油价格上涨三倍 汽车销量急剧下滑 南博基尼汽车公司 陷入财政危机 工人罢工 工厂停产 南博做出了重大决策 卖掉南博基尼汽车公司 并且要求买家 必须保留 南博基尼的名字 为了弥补家庭 他将一半的资产 送给了儿子 自此 南博个人不再辉煌 南博基尼汽车品牌 最终被大众所收购 步入晚年后 南博基尼想起了父亲 亲自打造了 以南博基尼 姓氏为名的 南博基尼农场 房间里挂着他的梦想 和一生 所有的记忆 他想起了当年那个 车很慢 人很多 情很浓 到梦想越来越靠近 人却越来越少 甚至什么时候离开的 自己都不知道 他始终记得 当年捧着泥土 跪在父亲面前 说的那番话 人就像太阳一样 会升起 也会落下 普通人的名字会消失 所有伪人的名字 会长存 费鲁吉尔南博基尼 于1993年 死于心脏病突发 他的棺木 有一辆南博基尼 扑拉基拉到墓地 费鲁吉尔 用一身创造的 南博基尼豪车 南博基尼豪车 也让世人记住了 那个像公鸟一样 勇敢不服输的 费鲁吉尔 南博基尼 每天目的小电影 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次有名来源 传记电影 南博基尼